近日开展了规模圣诞的两栖登陆作战演练 出动了以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为核心的 两栖登陆作战舰艇集群 可以看到 埃及海军的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上 搭载了多款美俄制造的直升机 包括俄制卡五二武装直升机 美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和支弩干直升机 埃及目前共装备有两艘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 只不过这两艘舰并非是法国专门为埃及海军建造的 而是为俄罗斯海军造的 后来由于乌克兰危机 法国宁愿赔付大量违约金 也拒绝交付俄罗斯 因此埃及便捡了个大便宜 顺势买下这两艘攻击舰 之前为俄罗斯建造的弗拉迪·沃斯托克号 如今更名为加曼尔·阿普杜勒·塞纳尔号 塞瓦斯·托布尔号 如今更名为安瓦尔·萨达特号